看起来好像满身都是灰尘这样的猫咪 还来Minecraft 哈喽大家好,欢迎回到来Minecraft的第49集 今天也将会是一个悠闲的一天啦 据你们所知道的,在上一集我已经把所有的狗狗给收集回来了 我的伙伴们,Let's go 来自世界各地的狗狗们,全部都在这了 那么今天呢,我觉得该时候给小叶更好的对待了 小叶吼,我把你带回来了这么久都没有怎样对过你好呢 特别是现在所有的狗狗都来了 可是猫咪就你一个,你是不是很寂寞呢 哦,小叶吼 不用紧的,今天我会去收集完所有的猫猫回来 那么可能你会说,阿朗哥你现在就是收集猫猫狗狗罢了啊 没错,你说的没错,我就是这样 然后我在上一集有说了,你们可以给这些新狗狗起名字的 今天我们就是会那样做啦 OK,起完名字之后我们才去找猫猫啦 那些命名牌我已经准备好了啦 所以不需要看我去一个一个命名牌这样子收集回来的 我已经私底下自己花时间去做了啦 那我在评论区是看到有蛮多名字一下啦 我也是有点意外的,我没有想到这么多人会写名字给我的 这样的状况下呢,我决定了 每一条狗狗我就从一位观众的评论里面选出一个名字给他吧,好不好 那么就从你开始 嗯,这一个狗狗是我从那个高高树木那边找回来的 那我看一下有哪一个名字是给他的,OK 好的,那么我决定了,你的名字是 登登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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镇 登登登登登 先把这个命名牌交给你 你的名字以后就叫小镇了 耶,跟大家打招呼哦 Let's go,小凤 又有新朋友了哟 那么小镇,恭喜你 你也有名字了,多亏了我的观众们 给你起的名字 OK,那么下一个轮到你 大便狗 让我看一下有哪个名字是他的 Let's go 好的,那么大便狗狗的名字我也决定了 登登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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到底是什么呢 小飞,没错 OK 登登登登 就把这个名名牌交给你了 Let's go 小飞,小镇 跟小风的名字蛮配一下的 你们两个 我搞到自己好像在搞抽奖这样 不过我也要说明啦 如果我没有选到你的名字 也不要介意啦 因为接下来我去抓猫咪回来 可能又需要你们帮我起名字了 因为实在是太多动物了 我自己已经差不多想不到名字出来了 下一位轮到 我们有两只雪狼 这样的话我就抽出两个适合雪狼的名字吧 好的那么你们两个的名字 我都决定了两个雪狼的名字 因为一只是妈妈 一只算是儿子或者女儿 所以他们的名字必须是有一点点靠近的 那么他们的名字到底是什么呢 雪狼妈妈的名字叫做 白雪儿 Let's go 我觉得这个名字是蛮有女性的感觉啦 因为有一个儿子 而且白雪也是比较女性的名字 正好给这个雪狼妈妈用是蛮不错的啦 然后他的儿子叫什么名字呢 没错 他的儿子的名字叫做灵雪 如果我没有记错的话 灵雪好像是一个演员的名字来的 我好像有点不尊重那个演员了 所以如果有谁喜欢这个灵雪的演员 请不要怪我 OK那么 白雪儿 给这个雪狼妈妈的 然后儿子的名字就叫灵雪 你们是一家人的 小飞爸爸 白雪儿 是妈妈 灵雪 是孩子啦 还有最后的两位 你是森林找回来的狗狗吧 如果我没有记错的话 OK 让我挑一个森林狗狗的名字给你 OK那么森林狗狗的名字我也决定了 到底是什么呢 哎呀我卡着了 你们挡着我了 我卡着了 Oh my god 阿斯加德 这个名字 我也不知道怎么说 我觉得蛮有趣的 所以我决定选这个给森林狗狗了 这听起来好像是那种 那种神像的名字 阿斯加德 OK 你的名字又叫阿斯加德了 Let's go 虽然你的名字跟其他狗狗差的蛮远一下的 那么最后的就是你的最帅气的 炮狗 让我选一个名字给你 OK那么你的名字我也想好了 到底是什么呢 沙尘鲁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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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那么名字就全部取好了啦 接下来我们要去找完所有的猫猫回来了 不过在那之前先让我飞上去我的 刷怪塔 刷一下经验因为我的敲吃要烂掉了 我在上一集哦 完全忘记了自己的刷怪塔你们知道吗 我上一集要修复我的敲吃 我跑去喂动物哦 这有没有坏掉了啊这个刷怪塔 没有坏掉吧 没有东西掉下来的 吓吓吓到我了 OK所以是没有坏的 先让我喂牵鸟 送上 种子 然后小狐狸送上 然后小鱼 小鱼给你送上鱼饵吧 OK我们直接出发 去找村庄 因为猫咪只会出现在村庄的吗 如果我没有搞错的话 OK这边有一个大大的村庄 看一下有没有猫咪了 这个是离我家最近的了 哇 这个墨影人 墨影人住在家里面了我们来看一下 哇哇哇 墨影人你好啊 你住在这里的吗 我们可以做朋友吗 哇哇哇 他生气了吗 我只是想要跟他打个招呼罢了 太小气了啦笨蛋 OK因为下雨他打不到我 确定你要打我 你确定 你确定吗 你打不过我的哟 算了啦 这个村庄可能没有猫咪 对了 森林里面有那个泡猫的 那个也算是猫吧 我已经准备了鱼饵的 你们放心 不需要看我去钓鱼什么的 虽然我这些鱼饵全部是杀鱼回来的啦 又有森林的狗狗 哈喽 看来森林狗狗不是那么稀有啊 到处都能看见这样的 不过今天我们是要找那个猫咪的 哎我看到了我看到了 找到您了 都不知道能不能养啊这个 这个不是我们家里养的猫来的 不过我试试看吧 我看到有一些评论叫我养 哎呀不要跑啊 Oh my god 虽然找猫咪不是很难 可是要 养他是蛮难一下的 因为他和狗狗不一样 他会一直跑啊 狗狗不会跑啊 直接给他那个骨头就搞定了 那猫咪就会有这一个麻烦了 OK不要跑好吗 ya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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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是给他吃的 可是他没有变成我的动物 我也没有看过别人养啊 应该是不能养的了 为什么有一些观众叫我去养的 这根本都不可能做到啊 游戏都不允许啊 来 Oh my god 滚 滚 Oh my god man 拉OK拉到了 拉到他之后呢 我要把它关起来罢了 好的 现在 可以放掉你了 然后让你慢慢的吃鱼 ya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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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K 我看他是不会变成我的猫咪的了 我不想浪费我的鱼饵 太可惜了啦 不能养了这个 找到一个村庄了 来我们找猫咪去 铁区人你好啊 然后我看到一只的 黑白的 黑白蛮不错的哦 是最常见的颜色的黑白 猫咪 Come on 猫咪不要跑嘛 哎呦 嗯嗯 滚 滚 先用绳子拉着他不然的话他一直跑的 OK 你看我拉到了 这样子还比较好一点呢 哎 蛮可爱的哦 这个颜色 OK 还是一样 把它关着 我不想 等一下我喂一条鱼他又跑 喂一条鱼又跑 我会很难受啊 不可以给他跑 yam yam 搞定 Let's go 好 我们有第1只猫咪的 哎 哦有一个黄色的 哎这个跟那个泡猫 有点像哦 哎呀 给他发现了 啊不要跑 啊越跑越远了 我拉 啊拉到了 果然还是要强硬的拉着他先了 哎呦一直跑 过来这边 哇这个黄色猫咪我好像第一次看见罢了耶 我以为只有泡猫是黄色的罢了耶 OK 现在 您是我的了 谢谢 搞定 OK这边又有一个村庄 没想到那么靠近就有啊 哇 这个村庄的环境极美呀 你们不觉得吗 就这样的一个平原 然后后面就是雪山 前面又是一座大山 每天一起床啊 他们就可以看到那个美丽的山景了 这个村庄 毫无疑问是地点最美的村庄了 真的是美呀 我也想住在这种地方 哦 巧克力式的 Oh my god 这个也是没看过哦 来来来来来 啊又跑了又跑了 C'mon 巧克力色蛮美的 跟我的大便狗有点配呀 这个猫咪 那个颜色真的是差不多的 啊 不要跑啊 啊拉到你了 直接冲来拉他还好一点 咬咬咬咬 一条鱼就搞定了这个猫咪 非常的好 OK 三条猫咪的 果然比抓狗狗快很多啊 各位先生 你们就好了 住在这么好的环境 如果我早一点找到这样的地点啊 我肯定把我的屋子坐在这里了 我很喜欢的这个地点 那个风水极美呀 这个环境 哦哦哦哦有哦有哦白色的 Oh my god 你跑不掉的我抓到你了 哈哈 哇 哇他的眼睛还不同颜色的 喂 好美啊这个 这个是名贵的猫咪吗 你跑不掉了你是我的了 Let's go搞定 哎哎哎这边又有一条哦 我又是不同颜色的那个眼睛 我直接 嗯 哈 跑啊呢 跑不掉的 他跟我阿贵的颜色真的是差不多一样 酱酱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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酱 搞定 Let's go 让我看一下我还差多少种颜色啊 还差五种 OK已经天黑了呀 我还是回家一趟吧 我不放心耶 带着这么多猫咪 我害怕等一下 突然间有两条猫咪 没有跟着我 我都没有注意到 因为太多条了 OK花了一点时间 终于回到来了 因为我要飞一下停一下嘛 所以是蛮不容易的 把他们带回来 诶小夜开心吗 小夜突然间觉得 Oh my god 主人为什么这么多猫咪的 我终于有朋友了吗 我终于不用孤独死了吗 OK前面有一个村庄吗 村庄来的 OK我看到有一只了 这个颜色 我有了的这个颜色 Oh my god Oh my god 你是 No no 等一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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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N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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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它跟小雨 长得一模一样 一瞬间让我感觉到悲伤 你让我想起了小雨 虽然你和它长得一样 可是你不是小雨 你们知道吗 虽然我说我会抓所有的猫咪 但是我决定了 这一个颜色的我就不抓了吧 因为我不想每次我看见它我就想起小雨 那样的话太悲伤了 同样颜色的猫咪在我心中永远只是小雨罢了 所以我决定这个颜色的我就不抓了 再见 再见 诶 这边又有一条这个我有了没有啊 惨咯阿浪哥你都不记得自己抓了什么 惨咯我真的不记得 我刚刚是有抓到一个黑白的好像不是这个来的吧 不是这个来的 诶 我应该是没有的这个 我记得的 我抓到黑白不是这样的 Let's go 搞定 这个我好像没有吧 没有啊这个 这个跟我那个黄色猫不一样 不要跑 抓到你了 哇 他眼睛会蓝色的呢 Let's go 蛮美的嘛 蓝色的眼睛最帅了 而且他还金色的身体呢 哎呀 又让他跑了 您是我的 谢谢 搞定 我们还差两种罢了 ok 因为跟小雨一样颜色的猫咪 我不要了嘛 一种是灰色的 一种是 头黑色 身体白色 上面也是村庄来的哦 我上去看看有没有运气哦 天黑来的太快了哦 哦哦哦 我看到你了 跑不掉的 这个我没有的 嗯 这个应该就是那个 头黑色 身体白色那个吧 这个我没有的吧 我也不太记得 讲实话 ok 我最爱的就是猫咪了 猫咪狗狗我都爱 ok如果你问我的话 我是两种都喜欢的人 好了 那么现在应该只差那个灰色的猫咪了 哦 等一下这个是什么来的 刚好想要离开就看到这个了 这个难道就是评论告诉我的雪屋对吗 我还是第一次看见呢 我看到有一个评论告诉我去找雪屋 正好真的给我找到了 有什么东西在里面的吗 这 好像 啥都没有 也没有人住的哦 就一张床 还有一个工作台罢了哦 呃 这就是雪屋吗 好像有点 太没意思了呀 哈哈哈哈 ok等一下那个是村庄吗 哎呀 oh my god 装在那个树上 ok这个是另一个村庄了 漂亮 刚好附近又有 oh my god 一下来就被打了 滚 滚 灰色猫咪你在哪里呢 来来来 哎 这个就是了吧 等一下 不给你跑 oh my god 跑到好快哦 啊 跑进屋子了 嗯 这个猫咪 应该是最后的了 不过这个颜色怎么说呢 好像有点 看起来好像满身都是灰尘这样的猫咪 哈哈哈哈 你有多少天没有洗澡了呀 怎么全身都是灰尘呀 哈 你做什么 哈 你不要跟我玩玩啊 跟你讲啊 人家在做事情的时候啊 跑不掉 跑不掉 百猫全属我拿到了 哇 没有想到收集所有的猫猫也有一个进度的 好 现在也拿到了那个进度就证明我已经收集完所有的猫咪了 我们可以回家了 所有的猫咪都在这了 还有小风 我把你们带来呢 就是为了参拜我的小雨 你们知道的吗 特别是小风 你跟小雨在一起这么久了 我想你们的感情也不浅的 大家一起跟小雨说一声 好好的安息吧小雨 我途中遇到跟你长得一模一样的小猫咪 我都不敢把他带回来 就是因为我太挂恋你了 那么登登登登 你们可以看到整整齐齐了 我的猫咪们都排在那边了 狗狗们排在这边 然后我调整了一下 把山头马都绑在那边了 OK因为我发现他们走来走去 他们会弄乱我的狗狗的位置 还有弄乱猫猫的位置 还有的就是DJ羊 还有风粉一起坐在船 他们好像两公婆这样了现在 那么DJ羊麻烦你播一首Cat来听一下吧 因为我们今天主题是猫嘛 那么我想跟你们说呢 都已经来到49集了 动物我也差不多都抓了啦 我决定了在下一集 50集将会是这个系列的大结局了啦 那么大结局的意思就是 我可能一段时间都不会再更新这个系列了了啦 除非是在未来游戏出了新版本 有全新的东西 让我去找让我去做的啦 那么如果你们想给我的猫猫们起名字的话 你就写在评论下让我知道啦 好的这个影片就到这了 希望这个影片可以有200个赞 记得大大的点个赞点个订阅 我们下个影片再见吧 拜拜